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能够辅助DataView查询语法的外挂 它的名称叫做 QueryAllTheThings,简称QATT QATT这个名词可能是从IoT的MATT来的 QATT它主要就是提供了SQL的语法 让我们能够很简单的透过SQL的简单语法 就能够输出DataView的结果 DataView的查询语言其实也不复杂 但是因为它的输出格式比较固定 只有Table、List跟Task这三种 因此当我们如果需要比较不一样的输出样式的时候 就必须透过比较复杂的DataViewJS 使用JavaScript的方法来撰写它 DataViewJS对于不熟悉JavaScript的朋友而言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QATT就使用了HandleBus这个模板引擎 来简化输出样式的一个设定 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QATT它要怎么来使用 还有在操作QATT上面的一些重点 学习QATT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来看它的范例了 QATT它也是使用程式码区块的方法来达成的 因此必须在程式码区块的三个倒影号的后面 指明我要使用QATT的语法 QATT最主要它有两个段落来形成 第一个段落就是Query这个段落 第二个段落就是Template这个段落 在Query这个段落里面必须要指定资料来源 它使用的是Sequel的语法 因此我们在query区块里面 就是写一个查询的语法 它就会把查询出来的结果 透过Template这个区块的设定 把它输出到Obsidian的笔记里面 来看一下这个query 它这个QATT程式码区块使用的格式 是EMO的格式 因此这整个区块是EMO的格式 EMO的区块必须在栏位冒号的后面 使用Pipe这个符号 直杠这个符号 这个直杠的符号到下一个栏位中间 就全部都是一整个区块 所以使用这个直杠就可以形成EMO的区块 在第一个区块里面就写了Sequel的叙述 首先就是使用Sequel的Select、From、Ware、Orderby 来行程查询语法 在Select的后面指名只需要最开头的无笔资料 那是所有的栏位 因此所有栏位就是用信号来表示 额外把这个建档日期使用Moment 把它转换成需要的格式 要注意的是QATT里面的表格点栏位这个写法 它没有办法用点这个符号 必须把点改成-大于 因此这个简号大于 其实在平常的Sequel语法里面 它是使用点来表示的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Orderby 这个STAT 它其实就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表示笔记档案的物件 Ctime就是建档日期 加上Desc 让它做降密的排列 因此最新的档案会排列在最上面 QATT有几个预设的资料来源的资料表 这个Obsidian底线Markdown底线Nodes 是一个很常用的资料表 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个资料表来找资料 会比较简单 它也跟DataView一样 它有一个DataView的Pages 这个物件 就是DataView底线Pages 后面我们有一个范围再来看 这第一个区块就是做查询 第二个Temperator 就是来指定它输出的样式的 这个摩托引擎 可以使用两个大括号 把它的保留字给夹起来 它就会执行特定的功能 像这第一个 警号遗取 就会把查询出来的结果 这个Result 做主行的输出 输出的格式 就写在这两个大括号的里面 这个警号遗取 跟斜线遗取的里面 就是每一行要输出的内容 输出它的Ctime 这个Ctime就是上面的这个栏位 还有它的Path 还有BaseName 这个都是在这个信号里面的栏位 它就是取出了路径跟笔记的基本的档名 这样子就会产生出下面这样子的结果了 清单的格式是由Temperator里面的简号来形成的 简号空格可以形成下面的清单的格式 这个就是QATT最简单的一个使用的范例了 QATT完整的资料表 可以从它的说明文件里面来查询到 就是这个表格里面这么多的物件 最常用的可能是这个Obsidian Markdown Notes 那它也有Obsidian Markdown Files 会把其他除了Markdown以外的档案也列进来 如果你想要用跟DataViewJS一样的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DataView底线Pages 然后还有Tasks跟这个Lists 有这几个资料表都可以来使用 这个DataView底线Pages它的格式就有比较复杂 就是要从它的Json资串里面去找到你要的内容 然后把它按照QATT的语法 把某一个栏位给取出来 它是比较复杂的 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使用这个Obsidian Markdown Notes 来抓取你的资料会比较简单 刚刚第一个范例它输出的格式是 直接使用Markdown的方法来输出的 第二个范例是使用HTML的格式 要把这个Template的内容改成HTML的格式的话 只要在QATT的最上面指名Post Render Format 把它指定成是HTML 在输出的这个区块里面 就可以使用HTML的方法来输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emplate里面 已经使用的是HTML的表格的输出的格式 它的每一列在这个地方 是用锦号以取跟斜线以取 把每一列的TRTD 就写在这一个两个大挂号以取里面 这个就是直接使用HTML的方法来输出的 那产生的结果就是下面的这个表格的样式 QATT事实上有三种格式可以指定HTML以外 另外两个是Markdown的格式 预设的格式都可以在设定的选项里面去做选择 第三个范例 一样是直接使用Obsidian Markdown Notes 这个资料表 在这边有一个重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当档名如果含有空白的时候 他在做输出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形成超连结 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这个外挂的作者他提供了一个函数 叫做Make Markdown Link 只要把栏位丢给他 他就会形成需要的有路径 跟基本档名形成的一个超链接 可以直接使用Markdown Link函数来操作 那另外我原先不晓得有这个函数之前 我是直接用repress这个函数 直接把空白转换成百分号二连 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输出 那这两个方法都能够让你含有空白的档名 能够正常的形成超链接 那这个刚好我们就使用了Markdown的表格来做输出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一曲的上面指明了Markdown的表格的开头的这两行 有标题跟分隔线 然后在每一个一曲里面就是一样使用直杠符号来形成栏位 这样子也可以形成需要的下面表格的内容 那这是第三个范例 透过今天对QATT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应该对于QATT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只要你熟悉SQL语法的话 就能够把DataView给产生出来 也不用再去额外的花时间去学习DataView原来的这些语法了 因为那些语法你等于还是要重新再去学习 倒不如如果你会用SQL的话 你直接就用标准的SQL来写你的查询的内容 今天介绍的这个QATT 可能对于熟悉SQL的朋友会比较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Obsidian知识 对于你在操作Obsidian上面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